靖南国际大学为了落实科技教育的推广 让科技教育能够更接近民众 在去年成立银花教育联盟 邀请中部国高中及大专院校 一起到季大来办理银花教育事迹 目的也是除了让各校的科技教育理念及成果 让更多人看见之外 同时也透过多校的交流 使科技教育发展能够更进一步 今年靖南国际大学同样也办理银花教育事迹 邀请南投县中心高中大成国中普理国中 既大副中等学校之外 也有来自云林的虎伟高中以及台中二中 共同来参加 而今年的教育事迹是以永续环保为主轴 因此也特别邀请在地一些友善环境的校农 来推广他们的永续观念 希望借由教育事迹的举办 除了闯关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永续环保的观念 落实科技教育以及永续环保的教育推广 这个活动是樱花联盟教育事迹 我们从去年2023年承办 然后到今年度我们有扩大举行 那我们招来的这些摊友除了学校单位以外 我们也找了就是邻近有一些不错的 这种就是我们在地的产业 它可以可能友善土地的呀 或者是它有一些永续概念的然后低碳精神的 这个就很扣合我们在学校的这种场域里头 想要传承给学生的一些概念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四级活动呢 除了我们有所谓的摊位闯关区 然后我们还有针点手作区 还有我们有游戏互动区 都希望能够扣合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然后希望让我们的推广教育可以持续进行 这次来自的学校呢 除了我们这一次的主办方是我们技大和技大附中的学生以外 其实我们也有来自所谓就是这种我们南投地区 像中兴高中啊或者是竹山高中 那我们也有远到从云林过来的这个虎尾高中 那我们的摊友也很不简单 因为他们呢秉持这种永续的精神 所以也有从台北来的品牌 也有从高雄来的品牌呢 普里国中今年在营花教育事迹 是让民众进行手执机的体验 指导老师白正昌表示 手执机从制作到让它飞行 都需要运用到许多科学的原理 并且在飞行的过程中 也需要因应天候风向等不断地来调整 才可以让手执机飞得更好 因此手执机是一种科学性及技术性的活动 所以这次带来手执机体验 也是要让家长以及孩子们 体验一下看到飞机飞带天空的感觉 而看到体验的民众将手执机射向天空的惊呼 他也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的飞机全部都是由手工制作的 然后它是用巴尔沙木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除了一开始的版型设计 还有我们的手工 还有比例 角度全部都要调整 然后在现场飞的时候 还要再看现场的状况 还要再做调整 所以它是一项非常具有科学性 也具有技术性的一种活动 今天这个樱花市集呢 我们主要就是要来给 游客们还有小朋友们 家长们来玩弹射滑翔机 那主要就是要让他们感受到那种天空 飞机飞在天空的那种快感 然后增进亲子的感情 然后每次都看到那个小孩子飞机飞上天 让我惊呼的那个声音就感觉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我看得非常的爽 手执机体验民众表示 以前玩过纸飞机 对于手执机的体验是第一次 感觉到非常的新奇 尤其学校的老师及学生 在飞行的体验当中 会帮忙做飞机的调整 以及讲述其中的原理 也让他们从中学到许多的知识 因此整个体验的过程 也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收好服务 收好服务一定 刚才是要是收好服务 有回来都好 这边是长浩园 蛮有趣的 因为之前好像没有玩过的机会 这种类似这种的 还不错啊 很好 而且虽然说我们现在好像在设飞 但其实自动也是学到很多啊 什么角度啊 或者是这个飞机的构造怎么样 就是现场的人也都解释得很清楚 山立方教育团队 则是用城市语言 结合乐高分类的环保议题 让民众来体验学习环保观念 也知道城市设计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因此今年也透过乐高结合城市 做一个数学二选一的小游戏 让民众选择答案 来测试数学的程度 也让他们看到城市设计的实际运用 感受到科技教育运用的魅力 不然你可以先按空白线 空白线就夹下去 空白线 他就先这样讲 然后呢 然后就是要动爪 然后去找到对应的垃圾发现 反正我们找到就是要把 这种垃圾发现 最起来做 做这个那一拳 可是要怎么办得也去 好这次我们是山立方教育团队 我们带着学生来展示 我们的Squatch跟AI结合的专案 那我们透过Squatch的专案 来表示说垃圾分类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专案里面 融合了AI的视觉辨识 利用手部的辨识呢 让使用者可以去体验 抓取垃圾之后 进行垃圾跟回收的分类 那我们也透过乐高 来进行层次教育 我们有一个数学二选一的游戏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乐高游戏互动 然后判断你的数学好 还是不好 对那都透过这些游戏的性质 让小朋友可以在学习中 更容易的理解层次是什么 层次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可怕 让它更容易的理解这样 据大幅中 今年带来DIY体验等多个摊位 其中行动显微镜 就是教导民众 利用手机的相机功能 加上辅助的镜头 就可以来观察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不需要传统不依携带的显微镜 也不需要花大钱 就可以将有兴趣的物品 随时透过手机来观察 也让科技教育 借此可以得到很好的时间 因此希望民众学到这样的方式 都可以多多利用手机功能来做观察 好我们这里是行动显微镜 它就是只要有手机有镜头 你就可以去观察其他不一样的东西 像这个是低背镜 它只要夹在手机镜头上面 然后看这样亮亮的 你只要衣服或手贴上去 它就可以看到它的纹路 然后再来这里 还有一个是高背镜 高背镜就是要配合其他的工具 然后一样是夹在镜头上面 夹错变了 然后把工具贴上去 它就可以看到更细微更细小的东西 就是肉眼比较观察不到的 对因为像我们在学校用 就是那种很大台很重的东西 所以就没办法自己带出去 对 所以这种行动显微就是又小又方便 台中二中科技应用社 在今年的试集中 利用空气火箭以及马达制作仿身兽 其中空气火箭是利用打气筒 将制作好的火箭弹射出去 而在直火箭的制作当中 会利用软体来设计 以及模拟风洞实验 让火箭可以飞得更远 而防身瘦的部分 是结合能源永续的议题 让民众透过手动发电 让机器动起来 若是机器没有损坏 机器也可以永远地保存下去 我们主要是带了一个空气火箭 跟提提马达 然后空气火箭就是 利用打气筒及活塞 然后让它可以射出去这样 然后提提马达则是用一个手座 能手动发电的马达跟 以及各种各式各样的螺丝 然后让它可以类似人类 在桌面或地板上行走这样 然后我们之所以会用 手动发电的马达 是希望让大众能意识到说 其实能源发电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珍惜资源 节省能源这样 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呢 就是利用火箭的这个制作 然后去学习这个工程模型 我们会利用软体去模拟它的风阻 然后用风动实验去设计 去改良说这个火箭怎么样可以射得比较远 那仿生之后这部分就是 我们结合能源永续发展的理念 然后利用手摇发电机 就是可以不装电子 而且可以永远它只要没有坏掉 永远就可以操作这样 先员陈宇峻表示 这次的银花交易事迹 有来自台中、湖北、南投、祖山 以及普利等地的学校 带来许多体验以及DIY课程 它也在现场体验手执机 空气火箭等等的体验活动 了解各种体验中所蕴含的科技原力 而这样的事迹 也可以让民众了解到不同学校 在这几年来对于科技教育的发展与成果 因此也希望明年办理银花教育事迹的时候 民众有机会一定要到现场来体验 这些市集里面有很多来自于不同的学校 有普里的国中 然后也有高中 南投县比如说像湖北高中 还有竹山高中的美术班 大成国中、普里国中等等 很特别的是包括季大自己 也都有一些社团来加入 台中、二中等等 他们都是用一些科学的实验 或者是科学的原理 透过游戏让大家 更接近这个科学 那也会发现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平常喜欢了解的这个科学的原理 它在生活当中是怎么运用的 那我刚刚玩了很多水火箭的那个全身 就是我们的空气火箭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 手执机 手执机 这个飞机 它可以运用很多力学的原理 然后也可以看到 不同学校呢 他们在科技的部分 他们在怎么样的经营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市集呢 让我们的民众来到这里 可以跟科学更接近 那每一年的这个教育市集呢 都年年精彩 而且摊位越来越多 那虽然今年已经结束了 但是一样欢迎明年 大家一起再来祭大相会 先渊陈怡君表示 今年的教育市集 除了科技教育之外 也邀请许多符合国际SDGS精神的青龙 来宣导他们的理念 比如新一乡完全友善农作蜜件 以及草屯镇的巧克力 透过这次的活动 也让民众了解到南投县农特产品 因应环境永续精神的发展 那再来今年呢 又结合了很多我们普里在地 包括南投在地的一些产业 那有很多呢 都是符合SDGS的这个 永续环境的一些农作物 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比如说像新一乡 有这个完全是友善农作 去栽培出来的这个农产品 做成的蜜件 那还有呢 在我们草屯 有很好吃 是很特别的参加过国际比赛 得奖的巧克力 那他们呢 也运用了这个 巧克力的这个 剥下来的这个壳 然后做成了很特别的 有香气的这个茶 那在这边呢 我们其实可以认识 整个南投县的农特产品的发展 台中二中科技应用社长 王慧珍表示 今年会再来参加 樱花教育市集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推广科技教育 培养学生 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尤其108课纲的精神 是自主学习 因此也希望 透过他们这次的展出 能够唤起学生 对于科学自主学习的兴趣 我们之所以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是希望能推广科技教育 然后能培养起学人 对科学的兴趣 也让更多的大众意识到 就是现在108课纲 推动的自主学习 我们希望能透过我们的设展 然后让小朋友来参加 能引起他们未来对于科学的 自主学习的兴趣 副一掌拍一圈肯定 金南大学成立 樱花教育联盟 并且每年办理教育市集 落实科技 以及永续环保教育推广的用心 也期待未来 有更多的学校加入 樱花教育市集的展出 使得南投县更多的科技教育成果 可以让更多人来看见 进而引起学生及家长 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落实科技教育的推广 民意新闻陈伟一 专题采访报道